对每一个生意来说 创业初期拓展市场 都是至关重要的 年轻的创业者杭威 也是努力通过各种方式 打开局面 参加各种活动 然后递上自己的名片 那我们所有的会议活动 都是去参加 刚开始肯定是价钱 都拿不到很好的价钱嘛 那我从来我都是 没有关系你给我做 我说没有好的价钱也无所谓 我先给你做 很大的经济压力 当时就没有钱了 公司都快遇落不下去了 当时在想怎么办呢 裁员嘛 还是后来一想不行 因为我觉得 我的员工都是最好的 就是跟家里借钱 要把这个公司撑下去 有一天我也有能力 去让所有 让其他的人 在这边有一个 自己的立脚之地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特别地高兴 特别地开心 很满足 也许因为有着 类似的经历和想法 唐维特别欢迎 由学生和80后年轻人 加入他的团队 因为年轻 他们有冲劲 不惧失败 因为年轻 他们才对未来格外冲击 都会让他们有冲击的 都会不会再来 我一定会讨论 因为你可能会讨论 我们下车 也论 会论 也论